令人至今都无法解释的西藏传奇之一 西藏的说唱艺人 所说唱的史上最长的史诗 格萨尔王传 在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以及分享 现在我们开始格萨尔王传 第一回妖风骤起百姓遭难 观音慈悲普度众生 寒久以前 藏族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雪山环绕 雄伟壮丽的雪域之邦 人们安居乐业 和睦相处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 刮起了一股罪恶的妖风 这股风带着罪恶 带着魔鬼刮到了藏区 这个和平安宁的地方 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 嫩绿的草原变得枯黄 善良的人们变得邪恶 他们不再和睦相处 也不再相亲相爱 煞时间 高冰四起 风烟弥漫 人们向天祈祷 祈求慈悲的菩萨拯救众生 天神被众生的虔诚感动了 为了消灭恶魔 天神要为众生做三次降服恶魔的法事 以求的法王长寿 属民安乐 但是王室中罪恶深重的奸臣 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降魔法事 因此降魔法事没有能够完成 降服恶魔的良好机缘被错过 恶魔更加猖獗俱来 从藏区的边地迁入腹地 法王也被降为庶民 一群群妖魔横循无计 无恶不作 他们吃人肉 喝人血 吞人骨 扒人皮 因此 藏区这个美丽的地方 成了一个苦海 安居乐业的众生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涂炭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看到众生遭受深重苦难 心中大为不忍 就向极乐世界的主宰阿弥陀佛 恳请道 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 请看看不静轮回的地方 您的慈悲最无偏无相 请您给藏区苦难的众生 发一道佛光 世尊阿弥陀佛稍微转动了一下脖梗 一道金光立即为观世音菩萨 指明了方向 阿弥陀佛告诉观世音菩萨 在三十三天神境里 父王梵天威丹嘎尔 和王母曼达纳泽 有一个王子叫德雀昂雅 德雀昂雅和天妃所生的儿子 叫推巴嘎瓦 将降生在南山布州人世间 他是人间的菩萨 只有他能教化众生 使藏区脱离恶道 众生享受太平安乐的生活 请你前去牛尾州 把我的这些话告诉莲花生大师 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观世音菩萨得到世尊的明讯 立即向牛尾州飘去 当观世音菩萨来到牛尾州东门的时候 被守城的罗沙大臣热恰郭敦看到了 热恰郭敦看着观世音的化身 心中好生奇怪 这是个什么人呢 说他是神吧 他又像个罗沙孩子 说他是罗沙吧 周身又被祥瑞的白光笼罩 对于众生来说 牛尾州这个地方不要说看 就是听了也会让人不寒而栗 心惊胆颤 这个面目生疏的小孩 竟敢到这里来 一定有什么大势相托 热恰郭敦想不透 也猜不出这个小孩的来意 于是问道 陌生的孩子你从哪里来 来到这里做什么 牛尾州是万恶的邪海 罗沙的食欲比火还热 女罗沙的魔手比水还涨 找肉吃的罗沙比风还快 古老的谚语说得好 如果心中没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无需在水中自逆 如果没有遭受极大的冤屈 不必把财宝送进官府 你这乳秀未干的孩子 来到这里究竟有何事 你是什么地方人 你的父母又是谁 热恰郭敦问必 眨着眼睛等待回答 观世音菩萨想了想 答道 我名叫立群慈悲之交子 父亲是普遍救主大菩萨 母亲是空性法登士 今早从得庆坝子来 来向陀称长官 续说一件重要的事 热恰郭敦看着这个小孩子 轻蔑地说 有什么事对我说吧 俗燕说 五谷丢在草地上 不会长出庄稼 种子撒在田里 才会结出硕果 对您讲了没有用 还是请您通报一声 我是非见白马陀称王不可 罗沙大臣见这小孩 不肯对他说 生气了 我们罗沙王白马陀称 管辖下的王朝 在古西之时 法令比雷霆还严厉 领土比天之所富还要大 权力比罗耀心还厉害 不要说你一个流浪边地的小孩子 就是像我这样近在身边的那大臣 也常常要无罪被处罚 自从我们有了新的大王 人们在心理上逐渐具备了空性 仁慈极宽 猛 平和三种品德 大家的行动变得一致了 犹如照一个样子裁的衣衫 照一个规格做的念珠一样 但是 如同在圣洁的神殿里 不容混杂草木那样 在我们的牛尾州 仍然不能让一般的闲杂人员混入 你要见我们大王 请问 你有朝拜神庙的哈达吗 有拜见活佛的布施吗 有叶剑长官的礼品吗 童子听了罗沙大臣这一番话 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当然有 我有礼品三十种 教法方面有六字真言 道的方面有六波罗蜜多 外面有客观六镜 那里有主观六十 中间有器观六门 你看这些能作为觐见礼吗 罗沙大臣见那童子 对他说的话并无丝毫畏惧 反倒显示出一股凛然正气 心中大为不悦 要朝拜扎日神山 就得靠九节藤杖 要赶加无丝山沟的路程 总得给他白银元宝 你的那些礼品 究竟是大还是小呢 大也不算大 自己身体只是一功建长 但它是宝贵的人身 小也不算小 如果会想 它就是金氏和来世 无穷的资财和食粮 要什么就能有什么 是难得的如意宝 如果不会想 它就是三毒轮回的尘底石 是欢乐和痛苦的根子 是藏污纳垢的皮囊 那好 你在这里等着 让我去请示大王 罗沙大臣再也无言答对 只得进宫禀报 莲花生大师是长寿佛 为了拯救众生 弘扬佛法 他能根据不同的需要 变换不同的形象 为了教化凶恶的罗沙 他变作威严的形象 来到牛尾州 被称为白马驼称王 此刻他正坐在 铺着华丽整齐的垫子 镶着金字饰品的宝座上 双目微闭 一心想着法性 对人们的异议 对外边发生的事 热洽郭敦和童子的对话 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但是 见热洽郭敦进来 他仍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问 喂 今天早上 谁在唱不动听的歌 说无意义的话 他是不是想把什么 重要的事情托付于人 罗沙大臣心中暗响 俗艳讲 大王坐在宝座上 两只小眼镜能望到四方 太阳运行于天空 光明普照到世界 浓云遮蔽空中 甘霖降在大地 照这么说 大王已经知道了一切 可他还是要老老实实地 回答大王的发问 威震四方的大王啊 在罗沙城 德庆奔装茶墓的 外城仁慈大殿门口 有一个非人非魔的小孩 说他不是神霸 他背上有一圈白光 说他是神霸 长得又像个罗沙孩子 他说他有造福众生的大事 要向您禀报 哦 善灾 白马驼称王脸上站出微笑 俗燕说 作为引导者的上师 只要信徒能够改过 比对上师贡献百样布施 还要欢喜 作为威震一方的长官 只要百姓忠实于他 比对长官奉送百样礼品 还要高兴 有福分的事业领袖 看见善照 比获得百样财宝 还要喜欢 今天是个吉日 这是个祥瑞兆头 你去宣誓 神龙土地及八部众人 无论是谁 都可以马上到这里来 当罗沙大臣从宫门出来时 哪里还有什么童子的影子 在童子原来站着的地方 只剩下一株八瓣金莲花 金莲花的花蕊上 有一个白色的诗字 八个花瓣上 依次写着 翁 妈 那 八 咪 哼 是 阿八个字 奇怪的是 这朵金莲花 还能发出声音 念诵着这八个字 罗沙大臣 热恰郭敦 好生奇怪 他暗自思量着 眼前的事 叫我怎样 禀告大王 说给大臣 传达给奴仆们呢 他细细思量了12次 自己出了25个主意以后 心想 如果空性的心不泯灭 大丈夫的心计 是不会穷尽的 如果舌头不让牙齿咬掉 智者的话是说不完的 如果任双脚无限制地走去 弯曲的道路是不会有尽头的 如果不用绿色的河水浇灭 红色火焰的燃烧哪里会有限度 眼下这件事并非没有灵验的诸舍力 不是没有意义的哑巴化 今天早上的这个童子可能是个什么化身 这朵金莲花一定是由他所变换 可这朵金莲花要不要拿给大王呢 罗沙大臣又思量了12次 给自己出了25个主意 他想 大王已经说了 对于有福的人是需要急躁的 无论是神是鬼 都可带来 这朵金莲花是个无误的红颖 一定是个急躁 于是他捧起那朵金莲花 静止走进宫门 朝白马驼称王走去 谁知还没有走进大王 手上的金莲花忽然化作一道白光 一下钻进大王的胸口去了 罗沙大臣的心像是被那道白光突然照亮了似的 观世音菩萨想说的话突然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 汪玛纳巴咪红市 莲花盛开的国度里 世尊阿弥陀佛请明见 上品莲花全知的宝库 幻化大王请思量 在难以教化的藏区 雪山环绕的国度里 发了邪院的鬼妹们 九个王臣在横行 东面有魔王罗赤达敏 南面有魔王萨丹独东 西面有魔王古嘎特让 北面有魔王鲁赞木布 还有宇泽薇的小儿子 土地魔王念肉瓦 狮子魔王阿萨奇巴 凶恶的魔王心赤捷布 世间的妖魔和鬼怪 有形的敌人和无形的恶魔 缩使藏民走向恶道 让众生遭受苦难 能拯救众生的是神子推巴噶 五位佛陀为他授祭三世救主 给他加持该是他降生人士的时候了 威震世间的白马陀称王听霸 顿时笑容满面 心中无限喜悦 爱压善哉大菩萨 闻生解脱的大菩萨 犹如众星之中的明月 宛若草原上的雪莲花 诸佛的事业急于一身 一切圣者的智慧 距于一处 愿众生脱离苦海 到达幸福的彼岸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见白马陀称王 已经接受了十方诸如来佛 所托付的事情 便到普陀洛家山去了 初时那天 是一个空行永赴聚会的喜庆节日 白马陀称王决定在这一天里 让神子降生 他在法界遍及的三昧礼坐定后 口中没送着 顿时从他的头顶 发出一道绿色的光 这光又分作两道 一道射进了法界普贤的胸口 另一道射进了圣母朗卡英秋马的胸口 从法界普贤的胸口里 闪出一只五尖的青色金刚柱 柱的中间标着轰字 这金刚柱一直飞到扎松嘎维林园里 钻进了天神太子德雀昂雅的头顶 天神太子顿时变成了马头明王 从圣母朗卡英秋马的胸口里 闪出一朵十六半的红莲花 花蕊上有一个阿字 这朵莲花飘呀飘 一直飘到天女居马得泽马的头顶 天女变成了金刚骇母 化身为马头明王的神太子 和化身为金刚骇母的天女 双双进入三昧之中 发出一种悦耳的声音 这声音震动着十方如来佛的心弦 十方如来佛将他们的各种事业 化作一个金刚交叉的十字架 飞入神太子的头顶中 被大乐之火融化后 注入天女的胎中 顷刻间一个微光闪耀 闻着欢喜 见者得到解脱的孩子 被八半莲花拖着 降生在天女的怀抱中 这孩子一诞生 立即朗生念诵百字真言 念罢又唱其只是因果的歌曲 汪漫那巴咪哄是 五佛世尊请见之 愿我和齐天诸众生 都得到五佛的圣志 要想从六道轮回里解脱 须向三宝归一 要想摆脱痛苦的深渊 须发菩提善心 世间的众生万万千 爱僧忧苦日日天 高位者苦恼地位会降低 低贱者苦于兵税及差异 强暴者苦恼事业不到头 弱小者苦于他人相灵欺 富有者苦恼财富不能保 贫穷者苦于动恶和衣食